哈喽大家好,我是饕贴 香酥可口,咸香味美的香酥饼 相信很多人都喜欢吃吧 看似简简单单的香酥饼 想要做的好吃还是有难度的 今天,饕贴就把香酥饼 最简单好吃的做法分享给大家 首先,面盆里取300克普通面粉 加入两克酵母粉 半勺白砂糖 一克小苏的 用筷子搅拌均匀 分次倒入160毫升 不高于40度的温水和面 一边倒入,一边快地搅拌成面絮状 温水和面不仅能缩短面团的醒发时间 还能让醒发好的面团更加的输松多孔 做出了香酥饼才能更好吃 搅拌成这样面絮状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大碗里已经没有多余的干面粉了 咱们再下手将面絮团成光滑不沾水的面团 要做到面光,手光,盘光 放在面垫上好好地揉一揉 将面团里的水分和面粉充分地混合在一起 这也是香酥饼好吃的 关键一步,您可千万别偷懒了 再搓成粗细均的长面条 像这样搓长搓细就可以了 用刮板分成几个大小均的面剂子 取个面剂子揉成光滑的小面团后 再搓成长条 盘子底部刷上食用油 将面剂子放进盘子里 给表面刷一层食用油,锁住水分 盖上保鲜膜后,放到一旁醒发40分钟 空碗里取两勺干面粉,咱们来调个油酥 加入半勺五香粉,半勺食用盐 用勺子搅拌均匀 最后倒入适量的食用油 搅拌均匀,咱们的油酥就调好了 将饧发好的面剂子 搓成长条后再压扁 用擀面杖擀成薄一点的面饼 再将调好的油酥 舀上去,涂抹均匀 然后从面饼的一头边拉扯边卷起来 卷好后用手压扁 再撒一层熟芝麻 用擀面杖擀成薄饼后,咱们的生坯就做好了 电饼趁预热后倒入多多的食用油 油要多倒一些,这样烙出来的香酥饼才能更加好吃 用刷的姜食用油涂抹均匀 将做好的生坯一次放进电饼趁中烙熟 给饼皮表面刷二层食用油 锁住水分 盖上盖子后烙两分钟 等一面烙好后,方便烙另一面 想要香酥饼烙的酥脆好吃就要多翻几次面 每翻一次面烙两分钟就可以了 等两面都烙到金黄酥脆的时候就可以出锅了 香酥可口,咸香味美,特别好吃 早上出门之前吃上一个开启元气满满的一整天 喜欢小伙伴赶紧尝试吧 我们下期再见